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可计函数 那么怎么样呢 第一条叫线性 线性由于大家学了线性代数了 线性就比较好理解了 而且我也经常说线性这两个词 线性什么东西呢 加法和速成 你看这里边就是加法 前面成了一个常数就是速成 你看什么意思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F和极的线性组合求解分 可以先求解分再做线性组合 那么线性组合什么意思 就是加法和速成了 两种运算在一块 对吧 也就是 解分 两个函数 合的解分等于解分的合 函数乘常数做解分 等于先做解分再成这个场所 第二 成绩的可计性 两个函数都可计 那么他们的成绩一定是可计的 有没有上面这个公式呢 有没有这个 那就是成绩的解分是不是等于绩的成绩 绩的成绩呢 对吧 这个稍微想一想 维缝里边怎么样 维缝里边有没有 成绩的导数不是说导数的成绩 对吧 所以可以想象大概不行 所以对 咱们没有说 只说成绩是可 成绩有可计性 两个函数可计 成绩也是可计的 第三 可加性 可加性不是线性里边 不是已经有可加性了吗 不是这个 对区间的可加性 什么意思 看一看 如果A比E里边有一点C C在A比E里边 那么如果F是可计的 那么这个F啊 一定在两个小区间也是可计分的 大区间可计 拆成两个小区间 依然可计 倒过来 两个小区间可计 在大区间上也可计 而且有这个关系 下面这个关系 你看 什么关系 大区间上的结封 等于两个小区间上结封的合 这个太好理解了 这个不用做什么解释 对吧 你算这个量吗 总量吗 我把它切成两段 区间分成两段 分两段算 算起来 当然加起来就是总量 这没什么问题 对吧 太好理解 宝序 什么宝序 如果F大于等于几 两个函数 一个大一个小 那么怎么样呢 它们的结封依然保持这个次序 做这个运算以后 依然保持这个区间 保序在 在求极限里面也有的 记得吧 也保序的 一个函数比另一个函数大 那时候是大于等于零 函数大于等于零 求极限以后 依然大于等于零 这也是保序 这也是一样 做了这个运算以后 保持不等号的方向 所以求导数没有的 求导数不保序 求极限保序 结封保序 定结封保序 这当然也好理解了 一个量 平均分布率大 它当然算出来总量也大 这好理解 推论 正的函数 非复函数 它做的定结封也是 做出来也是非复的 第二 如果这个函数 加在两个子之间 小M大M之间 那么做出来的定结封 一定小于小M乘以区间长度 大于这个数 小于大M乘这个区间长度 这也太好理解了 从几何上很好理解 区边T形 最高的地方 你画一条线 最低的地方 也画一条线 那么就有两个G形了 显而易见 这个区边T形怎么样 它的面积在这两个G形面积之间 好理解吧 太好理解了 绝对可接性 什么意思 如果函数是可接的 它的绝对值 依然是可接的 而且保持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啥意思 当然有的时候 那不就是 接封的绝对值 小于绝对值的接封 本来有负的 翻到上面去了 当然打 对吧 本来是代数和 现在变成这么 别的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东西 实际上就是中学里的学的 三角不等式 不过三角不等式 就是两个数 和的绝对值 小于 他们绝对值的和 现在我退广到什么程度了 这不是和吗 求和 函数的和 当然这个和是某种特殊的和 小于绝对值求和 先求和取绝对值 小于先求绝对值再求和 这不就是三角不等式 不就是这个和怎么样 无穷和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三角不等式 中子定理 中子定理咱们有两个 这个叫第一中子定理 你看 F是连续函数 G是可见函数 G是不变号的 那么一定存在克西 存在一个点克西 满足这样一件事情 满足这样一件事情 满足怎么样 满足 F乘极的结分 等于F克西 乘上极的结分 如何证明这件事 首先我们说这是一个什么结论 存在性结论 就是一定有一个点克西 存在 这个等式成立 这就是一个存在性结论 克西在哪儿 没说 只说在这个曲线里边 这种结论叫存在性结论 存在性结论 咱们以前学过有几个 有几个地方学过 什么地方学过 中子定理那地方学过 什么狼儿定理 螺儿定理这些 还有什么地方学过 零点存在定理 这个女孩子讲得蛮好 她长得蛮清秀 讲这件事也讲得很干净 很清楚 很好 以前学过东西不能忘了 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大概能用谁呢 咱们想用这个 证明什么证明 当然我们一般说来 我们不强调你会证 但是作为自己学习 咱们要对高等数学 维基分东西要理解 有的时候证明 自己应该要求想一想 这件事情为什么成立 那么请注意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请注意 并没有出现F的导数 那我们很应该说 比较自然的想 那大概可能没有 不用导中子定理 维分中子定理 大概不用 可能用B区间上连续函数的形式 对吧 好 我们把这个F可C写出来 我曾经讲过 我们想用这个东西 我们最后总归希望写出一个结论 那个结论是 我们希望这个结论 能够和我们前面所学的定理 最后那个结论的形式相符 那么改变它了 因为现在这个 是F1个C 那如果我改写一下 就是F 没有 导致我没有 就是F可C 等于谁呢 咱们这个证明主要是做一些分析 对为什么这个定理成立 做一点分析 这有利于我们对相关知识的解决 那就等于它了 那么如果当然我们也可以改写一下 就是它等于零了 对吧 那么可C应该怎么样 在两头了 在A比两头 A比两头 那它是不是 一头大于零 一头小于零 对吧 但是这个东西怎么样 就要分析这个东西的值了 所以这个东西现在我们知道多少 非常少 非常少 对吧 就是一个 F是连续的 极呢 有界的 极是可极的 而且是不变号的 那么好 下面其实 F既然有界 咱们刚学了什么呢 有界一定怎么样 F必须先连续的一定什么样 有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大值 那么好 如果它乘上极呢 极不变号的 我们先假定它大于等于零 先假定极大于等于零 先假定这种情况 不变号大于等于零 好了 那么这个尘 保号 M乘积 小于等于大M乘积 好 下面马上对这个截风咱们有点了解了 对这个截风有点了解 保虚性 保虚性 大于等于谁 这个东西做截风 性子里边有一条什么 线性 这个M怎么样 拿出去 这边线性大M拿出去 看到这个地方 你心里有点什么感觉 你有点什么感觉 你是不是觉得 好像离我们的结论有点靠近 看一看 除过来怎么样 说明这个数在什么地方 最大值最小值之间 没错吧 最大值最小值之间 那么它要等于它行不行 行不行 可以 可以 凭什么时候可以 连续函数 什么 什么结论 借值定理 对了 那不就完了吗 它完全可以等于它 对吧 你是个中间 你在大M小M之间不就完了 解决了 如果 极小于等于零怎么样 情况完全一样 类似的 不过不等号车 变个号而已 有没有漏洞 是不是正完了 当然我没有写得很清楚 是不是就这样写就行了 有没有问题 极X很等于零的 如果怎么样 也就是说 这个结封如果等于零 那你除不过来了 这个极X等于零 你除不过来了 那极X等于零还要做吧 那还做什么 不用做了 对吧 有的东西说那还做什么 这不就是零了吗 对吧 极X等于零那好 这问题就显然成立了 对吧 显然成立 不用说这个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 所以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数学里面的这个事儿 这个名字 一个当然我们会想到一些技巧 有些特殊的方法 另外一个呢 你要把所有的情况怎么样 都想到 别漏了情况 这个我大概说一下 我并没有写出完整的证明 这个主要是一个思路 这样有兴趣同学 可以自己试试看 写一写 在和书上的对照一下 那就至少我的分析能力怎么样 我的逻辑推理能力怎么样 是不是提高了 好 这个定理有个推论 如果F是连续的 那么一定存在颗C 这样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相当于 极怎么样 横等于E 极横等于E 好 左边就是极横等于F乘E 那就是F了 右边极横等于E 一所解封当然恰好就是区间的长度了 但是右边下面这个推论蛮有用的 这推论也叫解封中子定理 也叫解封中子定理 这个解封中子定理可能用得更多一点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结论呢 实际上其他学科里面的老师经常会 有的碰到我也说 袁老师 你们这个平均值定理讲过没有 平均值定理我讲过 他讲的平均值定理就是什么 F可C就是什么 平均值 区间长度 切分除以B减A 就是F的平均值 那边是总量 这边也是平均值成区间 这不也是总量吗 所以这是平均值 如何求平均值 你就知道了 给你一个将来给你一个 你的学科里边要求某一个变的量 它的平均值怎么求呢 下面一些小题目了 小题目 这些都很简单的 有若干的题目 第一个题目 比较大小 比较大小 序 看看序了 大小就是一种次序了 那么怎么求比较大小呢 很简单了 这类问题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些难题 像这通常呢 多数问题是简单的 我们有 我们有这个保序性 看切分谁大谁小 咱们只要看背切函数 谁大谁小 不就完了吗 对吧 背切函数 谁大谁小 那再看第一个小题 在零一区间上 切分不在零一吗 在零一区间上 看这俩谁大 一的负x 和一的负x平方 谁大些 谁大些 这样一种问题 大家反应有点慢 但是我倒觉得 是应该慢一点 因为怎么样 因为虽然很简单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个函数 因为又添了负号了 这个x还在什么区间 在零一 所以要想一想 x在零一区间 本来这个x和x平方 谁大些呢 x大一些 平方 因为自己称 这个是个小于一的数 x平方会小一些 但是负的 所以谁大些呢 负x平方 比负x要大 没错吧 然后这个指数函数是 单要增加的 还是单要减少的 增加的 底大于一的吗 这就清楚了 所以是 这个方向 没错吧 虽然这个小一点 但是添了负号了 大一点 好 所以马上得到 什么贴呢 宝序吗 太简单了 其实这儿可以有严格的不等号 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东西只有一点相等 零相等 其他地方它都比它大 所以加起来肯定它大 它小对不对 做结封 结封就是加 好 第二 第一个小题 完了 第二个小题呢 当然 我相信大家肯定也同样知道 在0到2分之π 谁大些 上一x怎么样 非负的 横称的 非负的 只有x等于零这一点是零 小于一的 这样一个数字几乘自己 多乘一次变小一些 所以显然 sine x平方 大于等于sine x三次方 那么好了 解封呢 0到2分之π sine x平方 dx 大于等于 0到2分之π sine x三次方 dx 行吗 对吧 同样 其实我们可以写严格大 为什么 你只有一点相等的 其他地方都是它来的大 所以这个结封的值肯定是它大 好 下面这个题 是估计定结封的值 这种题就出的 当然有点 你说有意思吧 也可以说有意思 但是也可以说没意思 因为什么 估计这件事情就很难说了 你估的大了好了 你估的误差大一点 你怎么估都行 但是这个题用什么 但是这也是让你用一下 我们前面的什么 保序性的推论 对吧 希望你能够从定结封的表达式 对吧 里面那个背景函数的情况来推出这个结封值的估计 当然你估的有的不同的东西做出来不一样 估的大一点小一点 这不是核心 关键是看你能不能有背景函数的值 它的范围来了解结封的值的范围 当然我这个题也可以说得严格一点 这个结封值的最大值 最大不超过最小不超过多少 最大不超过多少 也可以 对吧 它的这个值的最大最小值的范围 你估计一下 那么实际上毫无疑问 这个第二个小题 这个实际上就是看 先看它的函数 这个fx看这个函数 谁背景函数 x平方 减2x的三次方 平方 开方 在负1到2 怎么样 我们看要首先来讨论 它在负1到正2的最值 什么叫最值 最大最小的值 估好了不就完了吗 马上说 这个函数大于等于谁 小于等于谁 那么在一截封就情况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 怎么做呢 求导数 这是谁呢 这个函数的三分之二次方 三分之二写到前面去 对吧 好 那变成x平方 减2x的三 负的三分之一次方 往来三分之二次吗 减掉一次 然后这个东西 以阔弧里边的量要求导数 好 2x减2 那么好 我们马上知道 这个 这个式子 如果重新写一下 3 这个东西把它写到分母上 开方 开立方 对吧 x平方减2x 分子上是两倍的x减1 好 注点 x等于1 导数不存在的点 导数不存在的点 也可能是极致点 对吧 不存在点 分母等于0 x等于0 还有2 求最是怎么求 我们讲过的 点不太多 带进去就行了 别看什么极大极小了 点不太多 好 咱们就带进去吧 好 x等于F1 括弧里是1的平方开放 F1等于1 F0 显然是0 F2 显然是0 还有什么 两端点 两端点 端点 F负1 负1的平方 这个是1 那么这个数就是3了 1加2就是3了 3的平方9 9开立方 9开立方 根号9开立方 最后一个 F 那头2 又是0 F2就是刚才我们求的这个注点 对吧 注点 导数不成的点 那么其实是个端点 其实是个端点 那无所谓了 好 那总共就是这些点 好 那一下就明白了 显而易见 这个F怎么样 Fx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 根号9 开立方 所以呢 这个定切分的值 咱们就估出来了 对吧 负1到2 根号 x平方 减2x平方 开3次方 dx 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 这个值 呈区间的长度 区间长度3 3倍的 更好9 所以这个应该很简单 下面再来一个题 这个题表面上 当然不好做了 表面上为什么不好做 我们现在还不会求定 还不会求定 解封 这个解封 我们是不会求的 不会求的 对吧 那我们要求 显而易见 我们要把这个解封号去掉 你有解封号 咱们怎么弄 不好弄 没法 我们不会求解封 对吧 至少现在像 这个函数的解封 显然是不好求的 定解封不好求的 那我们需要拿掉解封号 怎么拿掉解封 解封中子定力 就是后边那个解封中子定力 不就是一个解封的值 最后等于 某函数在某一点的值 呈上区间的长 对不对 拿掉了 拿掉以后怎么样 再估计 好 那么这个请看 这个是N 上面是N加P 看上去 看上去 有点复杂 没什么 X平方 当然了 我们还是要说这句话 数学有的时候 那就是尝试一下 不一定说 你想一个念头 想出来 一定是对 我经常说了 什么 我经常跟同学说 You guess 干嘛 什么You guess 干嘛 猜一猜 你做那个托夫考试 不里面也有这条吗 有的时候你也许不会做 You guess 你猜一猜 猜一猜 咱们数学比那台还好一点 为什么好一点 我们猜一猜 我们还可以往下推 有的时候就推对了 推对了 你就放心了 好 接风重置定理 等于谁呢 拿出去 好 C平方 1的负C 乘上区间的长度 多少 P 常数P 你说那怎么弄 这玩意C怎么弄 C在哪 大于N 小于N加P 在当中 有可能在端点 咱们可 其实这个题没问题了 就在当中 那对它就可以估计了 你看 所以P 可C平方 这什么玩意儿 这说穿了就是 在封母上了 好 其实就是P 可C平方 1的负可C 正可C 更可C 放大 放大吗 可C咱们不知道 我知道你在这俩当中 好 P是常数 我不动了 可C平方 我就放成N加P 可以吧 这就为什么要放 我知道它是谁了 本来可C不知道 就反正里边一个数 他在这范围里面 我放的呢 下边怎么办 也放大 怎么放 小一点 在封母上 那边呢 我相信大家肯定明白 P是常数 分值小一点 谁 N平方 封母大一点 1的 封母当然要放大一点了 那就好了 求极限 这个极限 请注意 分值上什么函数 指数函数 N去无穷的 分值上呢 多像是 几次 两次 记得讲 罗比达法 这时候我讲过一个 大家还记得吧 指数函数 底大于1的 哪怕你这个上 你上面那个密函数 次方再高 也没有用的 永远 比出来怎么样 无法比例 几次开始过0 密函数小得很 所以请注意 这个极限 常数P 不许管它 上面是两次 下面是1N 这玩意儿去无穷 我的速度远远超过你 0 同样的道理 两次 我下面什么 指数函数 所以 这个切分 所以我们得到 原来的切分 原来的极限值 原式的值 原式 好 昨夜就这样 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午的工作 新闻朋友 最后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